问的问题是这样 我是把它放云端白板里面的其他补充范例 因为我们云端白板里面大概分1到6 我们今天是这个第五 就是检视与参照 函数 然后其他补充范例里面有个入门 入门里面的话有一题是 所属单位查询 也跟查询有关 所以我刚好想到 而且这个查询的方法 也是用定义名称 配合VBA 定义好名称再用VBA来查询 那名称在VBA里面 怎么去把资料抓出来 一个一个比对 所以打开来的话 这边有个范例档 那程式码就是最后的答案 反正就是写 我已经写好了 总共有三段程式 那这三段程式的话 基本上我把自杀放大 包含就是SUB 这个是等于是按下它 它就自动帮你把它找出 一个清除 一个方选 那我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它的问题 是类似像这样的 因为我之前 它的题目其实也非常简单 就是这些人 这是属于A单位 这些人是属于B单位 以此类推嘛 上面是它的哪一个单位 下面是哪些人 好 这个 所属单位这边呢 里面就是 它还蛮贴心的 它这边还有答案 答案是给你看 但是这个答案是参考的 就是要叫你怎么样 这个人到底哪个单位 高明明 那以前你要怎么做呢 切过来 高明明 高明明在哪里 在这里 G单位 对不对 好 那G单位就把G单位填上去 再换下一个 陈小明 陈小明在哪里 对不对 你就开始 找到了A单位 OK 应该知道逻辑吧 只是说你这样的逻辑 有没有什么函数可以帮忙 帮上忙的 其实应该也是有 只是 想想看好了 不过我 我觉得有的时候 VBA的弹性比较大 因为我第一个想到 用VBA来解决 写一点程式 其实解决 因为在以上里面函数 即便可以 可是应该要写得蛮冗长的 因为如果 因为你要怎么找 你要找到找底下的 如果找到的话 把它的上面这一列 东西抓回来 那怎么让它往下呢 这个时候呢 在Excel里面 如果你要让它重复执行 你可能要用阵列 可是阵列 其实不好 不容易去 如果你用到Excel里面的阵列 你倒不如写VBA就算了 为什么 因为在Excel里面的阵列 真的也不好理解 而且也不好执行 而且不容易除错 错了你也不知道错在哪里 所以呢 倒不如呢 你干脆把它写成VBA 那怎么写成VBA 其实demo给我看 反正这逻辑应该懂 只是说你怎么样 我们的需求很简单 就三个 两个按钮 一个 制定函数 所以这个如果你可以做出来 以后就非常方便了 因为它工作里面很多 就需要这样子 然后按下去 全部查完了 对不对 多好 以后按下去 全部都查完了 那它在查什么呢 基本上就查前面这个 就是你把前面这个人的名字 在这个范围里面找 对不对 找到之后的话呢 把它的那个相对位置找到 然后把上面这个单位 把它带回来 OK 那所以这样怎么来做会比较 另外一个清楚 再来就是一个插入一个 制定函数 这个也是所属单位的函数 这个概念我想跟前面 我们做的差不多 按确定 那人员指的是那个人的名字给它 然后它会告诉你 它是哪个单位的 按个确定 点两下 这样也可以完成 那两种方法啦 不管要按按钮 不管要插入函数 那怎么做 也许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边的话基本上 我的逻辑是这样 第一个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 A2 的最下面一列 前面也写过嘛 然后再来的话 抓到它的名字之后 再跟前面的各单位的那个范围 把它一个一个的帮我抓出来 比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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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呢 有比对到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呢 那我就把它上面的那个 第一列的东西 找到了相对位置 把它直接来显示第一列 第一列的东西 第一列的那个同一栏 同一栏 OK 那写法的话 其实程式不多了 你会发现 里面就是几个回圈 一个 两个 一个逻辑判断 程式就写完了 那怎么写 OK 刚刚讲过 第一个 FOR I 这个2到最下面一列 那因为有跨工作表的问题 所以呢 我这边 还是保险起见 前面加上第几个 因为只有两个 所以是去指2 点A2向下侦测 那侦测到第几列 反正就回来一个列数 假设里面可能有100 那就100 OK 2到100列 那接下来特别注意 这边有个NANCE 这个NANCE物件 其实就是取得什么呢 各单位人员的这个名 这个名称特别注意 实际上我已经先定义好了 这个范围 已经定义好 叫各单位人员 而且它在名称管理员里面 也找得到 就是这个范围 OK 所以将来呢 我如果要存取这个范围 存取这个范围的方式 比较特殊 所以这边提供了个参考 未来如果说你要存取 那个名称的范围的话 有一个叙述 比较特殊 一样是for开头 可是我们以前是for I 等于多少到多少 可是呢 后面的叙述不太一样 因为我不是要列 也不是要蓝 我是要所有的 所以后面有个for each 这个叙述可能比较 比较 对各位来说 比较新一点 那实际上就是意思就是说 for each就是每一个 反正呢 我那个里面的东西 我要每一个都帮我抓回来 所以 那个程式部分的话 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说 我要把每一个都先抓出来 那抓出来怎么抓呢 基本上呢 就是先放在这个sell 这个sell指的是暂存的 比如说第一个我先把郑小明 抓过来 可以先放在哪里 放在sell 后面叙述跟他讲说 in 在哪里 在nance nance就是名称 名称叫什么 各单位 所以你要先要把这个 一定要定一个名称给他 他才抓得到 那个用什么 用nance去给他一个名称 nance各单位 后面多一个叫一个属性 因为呢 他本来是个名称 但是你要把它转换成一个范围 所以这边多一个叫点 refer to range 不过这个其实好像 我记得不需要背 因为你只要点下去 记得就是refer refer to什么呢 to range就可以了 他会自动出现这个属性 意思就是说把名称 变成一个范围 那变成范围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怎么办 把这个里面的所有东西呢 一个一个的抓过来 他怎么抓 for each意思是说 先把正小名 先放在这个sell里面 等到nance之后的话 再换成大名 放在sell里面 再换这个 一个一个一个 然后一个一个 就是说先一列 下一列下一列 直到没有为止 那做什么事呢 因为我抓回来的东西 就跟什么呢 跟我的那个抓到的这个东西 序子二里面的所属单位里面 刚刚抓到那个A栏里面的那个东西 比如说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 高 有没有 第一个人嘛 我第一个这个人 高明明对不对 我就把这个高明明这个人先比对 跟什么比呢 跟抓回来那个正小名比比看 有没有一样 如果没有一样 那就怎么跳过 换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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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哪一天呢 高明明突然找到 突然找到了哦 找到之后的话呢 那我就要做什么了 比如说我今天最后是高明明 找到这个 找到了对吧 那我要做什么处理呢 我要把它上面这个单位名称呢 帮我抓回来 所以呢 后面的东西呢 抓到前面 那特别是哦 我怎么去抓到哦 那个这个上面的东西 记得哦 因为它一定会在序子一 就是各单位人员的第一个 的哪一个sale sales指的储存格 对啊 那特别是说前面这个地方哦 一定要是 1 1指的是第一列 蓝的话是哪一蓝 sale指的是抓过来这个东西的 哪一蓝 点column 意思就是说跟它同一蓝的意思 那抓回来的话呢 它会给你一个数字啦 G蓝的话应该就是7 所以呢 它会把这个同一 同一蓝里面的第一列的东西 帮我call到哪里呢 call到第二个工作表 就是我刚刚要找那个人的B蓝 它是A蓝嘛 放在B蓝里面 换下一个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方关键就是for each啦 就是把什么呢 把那个 这个名称里面的所有的资料 一个一个的都暂时先放在这个sale 这个这个暂存的 这个是一个变数名称 这个我自己取的 你可以叫sale 你也可以叫c 你也可以叫其他名称都没关系 然后呢 就两个比对 如果比到的话 就把它的第一列 放到它的B蓝 就下一个下一个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程式没有几行啦 就是两个回圈 加一个逻辑判断 就搞定了 不过当然 会写的话很快啦 但不会写的话 你可能像这种按下去 其实还蛮快的 可是这个过程 如果你可以理解 写出来 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 那这个也是同学问的问题 他可能先问就是说 有没有办法用函数来做 想一想 可能有点困难 用VBA 后来就用VBA 那我就把我想到的这种逻辑 再利用刚刚所讲的这个程式 把它实际上写出来 OK 清空的话很简单嘛 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清空 这也没问题 那方选的话呢 是制定函数 制定函数就是 它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会问你人员 有没有 所以特别是这个地方 所属单位 我加一个函数 会要一个人员 那程式的撰写 其实就不用外面这个for回圈了 其实就中间这个了 所以好像更简单 有没有 人员过来 然后for each 到那个各单位所 各单位人员这个名称里面 去帮我跟什么 跟这个人员比对一下 如果找到的话 就把它的什么呢 第一列的同样一栏的东西 丢回来给我 结果就出来了 好像似乎更简单 有没有 还是一样困难 因为我的逻辑是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吧 你只要灵活的 因为你会发现 这里面其实基本上 没有太特殊的东西 顶多是这个Nance 今天新教的 其他的话应该逻辑比对 我想应该不陌生 然后把东西call过来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最后的话 插入一个 一样码 所属单位 那你就是给他一个 这个人的名字 他就会去哪边 前面的地方 这个Nance 所有的地方 全部帮你找过 找到了 再把它同一栏的 第一列 帮你带回来 G单位 出来了 OK 这个应用 我想蛮多地方 好像都有类似的应用 可是内建函数里面 是没有可以找到的方法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用 类似的方法来处理 程式其实基本上不多 大概就是 我把程式部分 把它放在云端上 给各位参考一下 这个是因为刚好 也是旧的 之前的同学问的问题 我把它放在入门里面 叫做 所属单位查询这个部分 我用到一个叫for each的叙述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蛮 蛮有帮助 因为主要如果你不用for each 你用之前的 那个方法 就会有for 会需要两个 两重的回圈 一个是列回圈 一个是蓝回圈 那如果你for each的话 你只要写一重回圈就好了 他会一个一个去抓 OK 会相对的比较简单一些些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是额外的 补充一个就是 其他补充范例 那这一题 大家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提供给各位参考 城市真的没有几行 但是每一行都是很关键的 OK